我在七八年前呢 做老梁故事会的时候 我专门做过一集呢 跟哈尔滨有关的疫情的事 说你那会儿就知道 没那两下 我说的是过去 其实眼下的这个疫情 要跟我说的一百年前那次瘟疫比呢 那可能又是小屋见大屋了 可能现在吧 咱们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了 影响大了 但是要讲严重程度 一百多年前那次比这个严重 什么事呢 在1911年 中国爆发了一次 有可能危及到全世界的大属疫 最严重的地区在哪呢 在哈尔滨 哈尔滨大属疫 那么那一次属疫呢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1911年 那时候是大清统治 宣统皇帝宣统三年 08年等会 11年宣统三年 这个第二年的 1912年2月12号 龙玉太后 报了宣统皇帝 整个清帝逊位 开始了中华民国 也说还有一年 大清就亡了 就没了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晚清政府呢 居然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把可能传染到全世界的一个大属疫 给控制住了 以至于当时世界很多国家都说 是清政府挽救了全世界 有人说那样的政府居然当时就把这鼠疫给控制住了 这个在当时来看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那么说这哈尔滨大鼠疫 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呢 我给大伙说说 咱们今天呢 你比方说 我们大多数人出门戴口罩 咱戴这个口罩 怎么来的 咱们现在用这种常规式的口罩 就是1911年哈尔滨大鼠疫期间发明的 原来老式口罩啊 就一层纱布 就完事了 这个哈尔滨大鼠疫当中发明的口罩呢 用来这个防止感染的口罩呢 两层纱布 当件搁一块药棉花 就我们现在看的常规口罩是这样 就那时候发明的 而且大规模的隔离 确定这种传染病人通过飞沫传播 就空气里能传播 这都是当时确定的 而且当时隔离的那一套措施办法 是前所未有的 从那以后 世界再有什么温病啊 疫情啊 都用这套办法来了 就是哈尔滨大鼠疫 对于这个世界防疫来说 有着开天辟地的贡献 那咱们今天一开始呢 我就给大伙说说 哈尔滨大鼠疫 留下的这些经验教训 到现在也不过时 这鼠疫怎么来的呢 罪魁祸首啊 不是中国 是俄罗斯 在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呢 有很多矿 这开矿俄罗斯的人口不够 就大量的中国劳工啊 到俄罗斯那边去开矿去 挣钱去 这中国劳工哪都有 像山东的 河北的 东三省的 在那个时候去的特别多 走哪一趟馅呢 就先在满洲里的那馅 从那出去 结果呢 在这个1910年的10月份 西伯利亚那闹鼠疫了 现在一说鼠疫鼠疫 很多人想 那人认为啊 说我知道鼠疫怎么回事 那不就是这个老鼠身上 有这种病菌了 然后呢 跳蚤呢 盯了老鼠 然后这跳子再跑到人身上 人一下就得了鼠疫 那你过去像欧洲那几次鼠疫 什么 那黑死病什么的 都这么来的 那么 说老鼠呢 是大家常规认知 其实只要是 镊齿类动物 都容易产生鼠疫 西伯利亚鼠疫 从哪来的呢 是汉塔身上 就草原上一种动物 也是镊齿类动物 在汉塔身上有着病 那么传染到人身之后 迅速之间死了大量的人 俄国人也死 中国人也死 可是这时候 沙皇俄国呀 我说这会儿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嘛 这个俄国呢 跟日本呢 对东三省重新划分 你比方说以长春为戒 往北的北满铁路归俄罗斯管 往南一直到山海关 南满铁路归日本人管 而且你知道 俄罗斯啊 那时候这沙皇啊 沙皇俄国 比日本人都可恨 为什么呢 日俄战争 如果俄国人打赢了 那当时就吞并整个东三省 我们也知道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人打赢了 日本人跟大清签的条约是什么呢 你这个南满铁路沿线呢 我拥有什么权 什么权 你旅顺港租借给我 当军港等等 人家没有占你整个东三省 当然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呢 露出了爪牙 从当时的情况上看呢 日俄战争 日本打赢了 对大清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沙皇俄国历来贪得无厌 顶不是东西了 等他那闹了疫情之后呢 用什么办法呢 封锁消息 就跟后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封锁消息 是一个道理 封锁消息 然后把这个闹瘟疫的房屋 什么都烧了 说这些得了病的牢孔怎么办 他统统统走 就顺着中东铁路 把这些劳工都给撵走了 你想这些劳工 顺中东铁路 进入到满洲里 这可坏了 被撵走 他们得回家 都中国人 这个有史料记载呢 1910年的10月25号 在满洲里呢 就来了这么两个 从俄罗斯过来的劳工 这俩人呢 当天住在满洲里 一个小旅店里边 那小旅店呢 条件你崩堤多破了 都底层劳动民住的 一个小窄屋 四张床 人挤人的 这俩劳工住两张 旁边的另外的 有什么小马们的人 也站了两张床 四个人挤满了 结果第二天晚上 这俩劳工咳嗽 发烧 也就是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就开始吐血 到下午死了 死的时候呢 浑身发黑紫黑紫的 你知道鼠疫 为什么叫黑紫病 跟这有关系 就浑身又黑又紫 所以叫黑死病 这赶紧把这两人 失手扔去 那一会儿说 满洲里的卫生条件 包括防疫 都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当时 而且那一会儿 清政府摇摇欲坠 一个边陲小城 他这管理能上到哪 也不行 结果把他们失手 搭去当天晚上 同屋住那两人犯病 第二天这两人死 死的和搭除那两位 情况一模一样 当时这个事都没有引起 多少人重视 以为这就闹个病死了 很正常 还有的说 这是斜碎浮体 什么鬼上身 说什么都有 但是紧跟着 十月初的时候 顺着满洲里往下 中东铁路 这什么扎兰屯 骑着哈尔 这就干过来了 就干到哈尔滨了 哈尔滨在十月八号的时候 在现在这个哈尔滨南杠区域 马一街 那会儿是中东铁路的工人宿舍 就有一个工人在那死了 紧跟着到十月下去 这哈尔滨就不得了了 其中爆发疫情最严重的是哪呢 叫附居店 一说附居店 现在不少哈尔滨人根本不知道 附居店 就哈尔滨人也不知道 附居店是哪呢 准确说就是现在到外这一片 我对哈尔滨熟吗 哈尔滨老到外 为什么叫附居店呢 当年闯关东的时候啊 有这么山东隔两 一个叫附宝山 一个叫附宝山 这哥俩 大山的山 行山的山 这哥俩来到哈尔滨这个到外 在这块干嘛 开了两间店 一个是打铁的 给麻也挂掌 另一个是开大车店 管吃管住 这哥俩呢 把这个整个到外这片啊 这码码给盘活了 所以后来就以他们名字 说这叫附居店 到后来觉得附居店 这店铺的店不好听 把它改成啊 这个荒店的店 哎 附居店 所以这块呢 哈尔滨到外 在这一下就爆发了文艺 最后是附居店住的人呢 大概死了将近四分之一以上 这时候呢 到十一月下旬 整个就哈尔滨就大灾去了 而且这个事 因为这个中间有劳工南下北上的 这个疫情就开始往外流 长春呢 沈阳 沈阳当然叫凤天嘛 还有山东河北就都有了 全世界震惊 为啥呢 那个时候 说你中国这块东三省冒文艺 那可不是东三省的事 全世界都害怕啊 为啥 那会正是帝国主义列强 瓜分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有太多的外国人 你是办公事的 办私事的 坐满满的 传教的 探险的 地痞流氓什么的 三教九流 有的是外国人在中国 你这些人染上来 他得回去 他不能总在中国待着 一下子这个东西就蔓延到全世界 所以当时世界震惊 而这时候 在东三省 最有势力的日本和俄国 跟大清提出来了 说要再这么蔓延 我们受不了 我们得这个接管 你们这防疫权 当然他这接管呢 一方面 明正言顺的提出 保护自己侨民 另一方面 你可知道 这防疫权可太复杂了 咱们今天你看 政府拥有防疫权 说封城 咱可以封城 说封路 咱可以封路 说哪不让人去 可以不让人去 这个权力无边无厌的 他拿去容易 再想给回你可难了 所以这清政府呢 不想让东三省的主权 进一步丧失 那怎么办呢 大清政府咬着牙 站出来 说这事我们能扛 我们向世界承诺 我们可以把疫情控制住 但这晚上 他不是上嘴唇下嘴唇 一说就完事了 你得真干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清呢 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谁推荐的呢 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清政府是什么情况 这清政府呢 当时的摄政王 是宰封 就是宣统皇帝的亲爸爸 生身父亲 有什么事呢 宰封事实上是大清的统治者 那时候宣统皇帝小啊 有什么事呢 他跟龙玉太后俩一商量 基本就定了 那时候朝廷里重臣呢 那得说像袁世凯啊 拿童啊 这些大清重臣 因为这会儿呢 像李鸿章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会儿呢 大清呢 在风雨飘摇当中呢 必须得用作能人 这会儿呢 他的外务部的右城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 这个外交事务部的副部长 这人叫施兆基 他是个海归 在美国读的博士回来的 那他干着活 就跟老外打交道 这是个有健身的 施兆基说 我推荐一个人 他推荐这人呢 是谁给弄到朝廷呢 袁世凯给弄来的 这人叫什么呢 叫伍连德 说伍连德是何许人也呢 这伍连德这会儿啊 受袁世凯的委派 在天军 陆军军医堂的副都督 也叫副监督 什么也就相当于现在的 军医大学的副校长 天军陆军军医学院 副监督 这个人当时呢 才三十一 三十出头 他是阻击广东的中国人 但是在马来西亚出生 在英国建桥大学 读了医学博士 那医学水平呢 是咱各东北话说 港港的 没问题 这个施兆基跟伍连德 有接触 说这个人了不起 我想不出来 除了他 谁还能担此重任 就这么着 施兆基呢 推荐伍连德 让他出任 东三省总防疫官 大清这时候也无人可用了 你看他平常那些贵族啊 一个个山湖万岁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啊 文成武就责备苍生 那吹捧皇上一套接一套的 皇上永远正确 永远了不起 可真到有事的时候 你永远记住 这个奴才啊 好用不管用 人才管用不好用 这会儿奴才不管用了 伍连德站出来 伍连德说可有一样啊 你让我去东三省没问题 我也愿意干 大夫吗 救死扶伤 玄乎即逝 这我该干的 但去到那会儿 防疫可是头等大事 我呢 必须得拥有权权处置权 啥事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不行 当时呢 大清朝廷 摄政王宰丰 也做出个英明决定 给这个东三省的总督西梁 打招呼 说你有什么事 得跟这个伍连德相着来 这里给大伙说点 东三省啊 过去分为黑龙江将军 吉林将军 圣经将军 就等于是军区 关外嘛 军区 不属于这个满清的 八大总督系列 咱都知道满清呢 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 敏浙总督 梁广总督 湖广总督 云贵总督 川山总督 四川总督 陕甘总督 八大总督 一直到光绪年间 才把关外东三省呢 由原来的将军制 就军村去制 改成总督制 这时候 这时候东三省总督 这时候 叫西凉 他的驻地 在吉林 哈尔滨那时候 也归这边管 就这么着 伍连德呢 上任了 伍连德一去 哈尔滨 他东走的 西转转 发现 这可不行 为啥呢 你别看鼠疫 闹得这么厉害 那人和人之间 还密切接触呢 一早上菜市场 还人挤人呢 家里头 真有因为鼠疫的死 也有人管 扔到这个乱坟岗子 葬了 也没什么特殊处理 而且 你要是家里死人 政府不知道呢 人很从容 抬出去送葬 说死到别的病人 你也没办法 就基本上 在防疫上 处于无序状态 而当地也有那西医 也有那老外俄国人 日本人 帮着防疫 但这帮人一个个的 也没拿这当回事 有那个单程口罩 有时候也不带 就跟咱们现在 有的朋友 在外面溜的 不拿当回事 把口罩摘下来 挂耳朵 一样 伍连带一看 说这可不行 而且他发现一点 和以往鼠疫 不一样的地方 说以前这鼠疫啊 咱们不说吗 老鼠是有这病 跳子咬了老鼠 再咬人 再人传染 可这次不一样 为什么他去的时候 11月底了 哈尔滨天寒地冻 这时候跳子早都没了 一开始天暖 我才有跳子 怎么跳子没了 哈尔滨这疫情 一天比一天 每天死几百 每天死几百 人数不断上升 这为什么 伍连德就觉得 此次鼠疫来势汹汹 和以往的鼠疫 大不相同 那怎么办 他想个办法 我得首先呢 根据西医的道理 我得解剖一个死尸 我得研究一下 他病理怎么回事 那会儿大清的制度 人死了入土院 哪容你轻易动 伍连德没办法 最后他发现 有个日本女的 和中国人通婚 在哈尔滨开旅馆 她等着这病死了 而日本对这个 不怎么在乎 所以他通过各种手段 把这日本女人的尸体 做了解剖 他就发现 这不是以往的先属疫 它是废属疫 伍连德就得出结论 这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 飞沫传播 说白了 我咳嗽一下 我打个喷嚏 传染给你 这跟以往的 那属疫比更厉害 更可怕 我那一看 要这样 非得隔离不可 就把得了病的人 你干脆 别跟别人见面 各位 你可不要以为 隔离是从哈尔滨属疫开始的 在很早的时候 欧洲啊 你像那个公元六十纪时候 古罗马帝国时期 得属疫的呢 也采用隔离 但那个隔离 都是小范围的 把哪个人 撵到这屋 你别出来了 或者直接 就干脆给你放逐 伍连德要说 这隔离 这规模可大得多 为啥 哈尔滨天天都死人 怎么办呢 他就要用最大规模的方式 隔离 可这时候呢 这大清呢 以人手不够为由呢 派了个法国大夫 叫梅斯尼 他来了 这梅斯尼呢 比较传统 来了之后说 你那不对 哪有鼠疫 能通过咳嗽 打喷嚏就传染 你胡说八道 我去看看 他就把伍连德 这些给叫停了 他就跑到医院里头啊 直接就研究病人去 这梅斯尼也太妥大了 作为个大夫 口罩也没戴 没几天 他染上这病了 死到哈尔滨了 这下了 清政府一看 死心塌地了 一切听伍连德了 就伍连德这时候 才获得了权权的 这种最高的权利 所以伍连德这时候 开始干嘛呢 就我们说这种隔离 他这个隔离 为什么是前无古人的呢 他从长春呢 调了两千多当兵的 把整个哈尔滨 到外附业店的 分成多少个区域 然后呢 在每个区里 建立不同性质的病房 有重症的 有轻症的 有疑似的 您注意啊 咱们现在一说疑似 这俩字哪来的 伍连德发明的 伍连德把那种 可能得 也有可能不得的人 叫疑似 这些人是一定要隔离的 防止他蔓延 他隔离用什么方式 说没那么多地方啊 哎 伍连德用火车车厢 进行隔离 咱们现在去过 哈尔滨的朋友知道 道里道外南杠 三个区交界处那块 哈尔滨老火车站 有个季红桥 季红桥桥底 那一看 都是火车道 那个地方原来是火车线 把这封上 封上之后呢 建了120节车厢 你说我们120节车厢 得多少 就在现在 哈尔滨到外 八区体育场呢 原来是个铁道线 把车都停在那 八区体育场 我记得每年 哈尔滨市运动会 在那开 很大的地方 然后这120节车厢啊 就都停在那 在这个位置 进行隔离 而且同时 武连德发现 你这病 既然能这么传染 这可要坏 怎么要坏呢 大量的劳工 咱都知道 哈尔滨 闯关东的多 在这 眼看到春节了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呢 这些人多数 山东来的 河北来的 闯关东过年 他得回老家过年去 这要是 一出山海关 得属于这些人 进到关里 了得吗 全中我都完蛋了 所以武连德一看 马上给我截断 跟俄国人商量 跟日本人商量 为什么呢 因为北满铁路 是俄国人势力范围 南满铁路 是日本人势力范围 就是现在咱们看 京哈县 在山海关一里 这两段 你得以长春为戒 你得跟这两个国家商量 最后呢 日俄决定配合 把整个这个铁路 给停了 停可是停了 得有一样呢 人家出关的人 那么多怎么办呢 在山海关那会儿 这个时候 由于大量的 哈尔滨这边人 往南走 他得经过沈阳 过去的这个沈阳 叫凤田 凤田已经成了重灾区了 也死了不少人 说这样在山海关 这设卡 凡是你往关里走的人 必须在这隔离 五天到七天 体温正常也不咳嗽了 彻底健康 才能放你走 所以咱们现在医学上 说隔离七天 那隔离十四天 都是武连德那时候开始 在这设立个硬卡 你不能过去 当时这硬卡 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这个 钦差大臣到这 你都得隔离五天 谁钦差大臣呢 溥仪皇帝的老师 太子太父 钦差大臣 郑孝须 正在东北呢 视察呢 这时候回到朝廷复命 也在山海关给隔离了五天 就这时候就看出武连德的绝对权威 说这郑孝须有的朋友不熟悉 他听有意思 因为当初溥仪 1931年从天津静园跑到这个长春 后来成了维满洲国的这个皇上 谁保的去的呢 郑孝须 郑孝须呢 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满清时期重的进士 福建缅侯人 他保着溥仪 到了长春 后来成了维满洲国的一个总理 后来日本人也看不上他 后来就把他撤职了 这个人历史上不怎么光彩 但是书法写得好极了 你看这大清最后有皇帝出官 回东北老家 是福建缅侯人 前清进士 郑孝须保的 那大清出官 就从官外 进到官里的 是谁呢 顺治皇帝进官里 谁保着呢 福建泉州人红成筹 原来是前明的进士 后来投降大清 你看这一出一进 两个进士 两个福建人 有不有意思 这历史有时候啊 他就这么吊诡 都咱们说 1911年大清那时候 说也该亡了 为啥呢 大清最后撒皇帝 同志皇帝 汪絮皇帝 宣统皇帝 撒皇帝居然没儿子 没有孩子 你琢磨琢磨 哪个朝代 这个后三位皇帝 没有儿子 这个王朝还不灭亡呢 就老天 该亡你大清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有人说 说是美朝美代 亦得瘟疫 皇上写罪己诏 这都我的国错呀 老天爷惩罚我 咱过去封建社会 这种宿命论确实有 你看刚才我们说 这爱心觉罗 溥仪 溥仪皇帝 打小时候呢 他肯定说了不算吧 到大一点 又正效虚谤 他说了算 又受日本人指使 后来在 府顺战犯改造所 那又得听咱们党的 听人民政府的 在这溥仪 有人就说呀 他这都老天注定的 说怎么注定的 你想啊 这个清朝皇帝的名字 臣子要写皇上名字的时候 他得避讳 为了表示 对皇上的尊重呢 皇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得少写一笔 把最后那笔不写 咱这爱心觉罗溥仪 这是宣统的名字 仪字怎么写呀 繁体字丹丽尔 上面这个 像王羲之那西式的 下面一个我字 溥仪的仪 我字最后一笔是什么 这不是这一勾吗 皇上要写 名字 大臣要写 这一勾不能有 得少了 所以这我没这一勾 他就不是我的 所以溥仪一辈子无我 啥意思 从来没自个说说算过 什么事都听人家的 包括结婚 离婚 他自个都做不了主 所以这一勾不写 溥仪 无我 咱再往上查 光绪 光绪叫什么 爱心觉罗 宰田 三点水 竖心一个舌头的舌 田 为表示尊重呢 这舌头的舌 最后这一横不写 封口这没封上 这无口 光绪一辈子无口 什么意思 没话语权 要死洗压的死死的 什么事他都说了不算 所以光绪没有话语权 所以戊戌变法呢 你干不过 慈禧太后 再往上 他堂哥 同志皇帝 同志皇帝 叫什么 爱心觉罗 宰 宰安的 宰三点水 这么一个 一点一横 一个口 一个子 为了表示 对他尊重呢 唇字下不子 子是一横 不写 所以叫无子 所以同志皇帝 没儿子 最后据说 得花柳病死的 没儿子 再往上倒呢 他爸爸先锋 就慈禧他 他老公 他爸爸叫什么呢 爱心觉罗 一煮 煮字怎么写呢 盐子旁 加个安宁的宁 这宁字 下边是不是一个丁啊 好 这丁字是一勾 不能有去掉 就是一根下来 一个直 所以这个宁字 变成什么 孤丁 咸丰就一个儿子 就同志 慈禧给胜子 就一个儿子 他让我说 这我这么一说 你这么一听 这这就是 历史有时候很吊诡 你看这就是大清呢 一些很宿命的东西 所以我说这个 就是说 当时大清摇摇欲坠 能够重用武连德呀 就算是倚重人才 而且由他说了算 这算是尊重科学 采用隔离 封闭 这种方式 可是这种方法 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呢 进入到了这个一月份了 那哈尔平已经动得刚刚 天寒地动 这个疫情并没有削减 每天死的人依然很多 我想说 这是为什么呢 这时候也有人 对他说三道四 他想来想去呢 突然想起一件事 说死的人 这个尸首怎么处理 不埋了 说现在来不及埋了 大冬天呢 你拿铁稿 刨地都刨不出坑来 那洞的是非常结实的 这就到外那个 复卫店呢 有烂葬岗子 乱坟岗子 尸体都在那 伍连德到那一看 一拍大腿坏了 为啥 这个尸体呀 有的是有棺材 没来得及埋 为什么呢 挖不动来 还有的尸体 索性 穷人家 就扔到这拉倒了 尸体都漏在表面上 一看这些尸体 伍连德心里也挺难受 有的是在那放艇 有的尸体是坐着的 怎么回事呢 就这人染上这病了吧 还没死呢 家里人怕他传染给别人 直接把他抬出去 扔滥葬岗 就他没死呢 你想这大冷天 那么最后不得取暖 挣扎一下 所以人还有坐着的 还有狗了 伍连德看着心里 这个不然 但是他一看的时候 坏了 为啥 这大冬天呢 这个烂葬岗子 就是储存 鼠疫病毒的 一个大病位 你这么下去 还了得 有过那野狗耗子 要啃着尸手 回头再跟人接触 那不完了吗 你怎么防不行啊 所以伍连德一琢磨 怎么办呢 只能守 人说那不简单 就火葬呢 我靠大伙 这是1911的 那会火葬 可不同于现在啊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 提倡火葬 土葬反而是新鲜事 当时火葬不允许 咱说身体法复 受着父母 死者为大 你得入土为安 你得埋了 得有棺材 过去你看说 卖身脏腹 求薄皮棺材 都是为这个 你把人给烧了 大逆不道 说那那会就没火葬吗 也不是 世界范围也有 像那个西域啊 中亚一带也有 过去中国人的埋葬呢 分为七种 天葬 地葬 金葬 木葬 土葬 水葬 火葬 天葬是什么呢 还有朋友了解 这个西藏的知道 就人死之后啊 把这尸体分了之后呢 为这个苍蝇突救 为这飞禽 说我这活 这是天地 惊奇之所据 死了我也散给天地 这是当地的一种民族信仰 这为天葬 地葬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蒙古有这习俗 有种车叫勒勒车 一个马拉着 上面没有人赶着 把这死人尸首 搁到勒勒车上 啪一鞭子 这马来来来来来来 往前跑 跑哪咱不知道 也没人跟着 跑到哪呢 可能这车稳定性也不够 这尸首啪啦就扔到草原上来 完了狼虫虎豹 谁过来就给啃了吃了什么的 这叫地葬 就是二哪哪去 回归天地 这位地葬 金葬呢 那是皇上 有句话叫金官和后 玉瓦和宝啊 这个皇上的葬礼 那经常是 棺材都是金的 里头呢 玉器珠宝不计其数 咱看呢 岁太后墓被孙殿英炸开之后 里头掏出那些东西 了不得了 帝王之家是金葬 墓葬是什么呢 就各棺材了 普通老百姓 好一点金丝难 差一点柳木棺材 反正就随便那么一葬 木头 咱说人死了 就三长两短嘛 那就指木头棺材 人一死得成练 把棺材盖揪掉了 棺材不六块板吗 去掉棺材盖 三块长板 两个堵头 两块短板 这三长两短 就是死了 这位墓葬 金葬墓葬 说你墓葬 他不现在叫土葬 土葬在过去 不是这意思 土葬有宗教信仰的 你像有一些 信仰伊斯兰教的这样 人死了之后呢 衣服都脱了 搁白布缠着身 直接就埋到土里头 这位土葬 金葬木葬土葬 水葬呢 那现在有常见的 比方把骨灰瘀在大海里头 或者直接就把尸体搁到水里头 顺流而飘 这位海葬 现在也叫水葬 最后一再说火葬 那就是点火烧完就骨灰 当时在大清 你说天葬地葬 那是金木水火土 这几个武藏方式 火葬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武连德一说烧尸体 连这疫区这些老百姓都不干了 凭什么呀 我们家人死了 你一把火给烧了 这就简直就要造反 没办法武连德上报清廷 这时候清廷外务部的部长 叫纳同 这纳同不干了 大骂武连德 你这是毁了老祖宗 这什么的 纳同当时心气不好 因为是这个 新丑条约签完之后啊 纳同代表清政府 到日本去道歉 上市憋一肚气 这时候大骂武连德 也在霍国阳民 可是这时候 咱得说 摄政王仔风很英灵 跟龙玉太后一商量 说人家专业人才 咱得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科学 他这么说一定有他道理 你既然把权力授予他了 将在外军民有所不住 他说什么是什么 这个令是在1911年1月30号 那天是大年三十 这一天 圣旨下来了 告诉武连德 你可以烧 武连德呢 组织了一些人呢 刨了一些坑 炸药炸的坑 然后把尸体一百个一百个一组 分成二十多组 浇上没油 瞬间烧潮 也有不少死者家属在现场看 也是眼睛看的 直过功捏呆呆发愣 为什么呢 你别看说老祖子这规矩 那规矩 你得尊重现实 所以中国有句话 叫死人不麻烦活人 哎 你这他又真传染呢 烧就烧了吧 所以武连德开了火葬之先额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 开天辟地 后来到了民国 火葬已经就未然成风了 所以你看一个武连德开辟了多少这样的 前所未有的事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这样呢 到了2月20号 1911年2月20号 终于你发现 每天死的数字下降了 说明控制住了 就我们说的拐点 1911年2月20号 哈尔滨大鼠疫拐点 到了3月1号 死亡变成了0 没有死的了 而之后连续多少天 死亡都是0 哈尔滨终于在这次鼠疫当中 宣告胜利了 把他控制住了 武连德没走 在哈尔滨接待 他说鼠疫一定会反扑 万不可小事 就果然 后边1917年 1920年 又两次鼠疫 但是武连德呢 已经打造出了 这套防疫系统 很快的呢 死亡人数也不多 把那两次鼠疫控制住 所以后来武连德呢 为这个还得了 诺贝尔的提名奖 但是最后他没获奖 但在世界医学界 都承认武连德的贡献 包括今天我们说的 这口罩都叫武士口罩 而且武连德呢 在哈尔滨呢 是现在哈尔大的 最早的创办人 北京也是北京大学 医学院的创始人 咱们现在北大人民医院 那最早创始人是谁 就武连德 他还创立了 中华医学杂志 就这个人是个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后来回到老家 马来西亚 在那开了个诊所 是我记得 1960年 这个人没的 中国历史很了不起的 所以你看 我把哈尔滨 这个防疫这历史说 你就发现 我们今天采用的 一些防疫方法 很多都是那时候 哈尔滨大鼠疫期间 留下来的 这包括当时 救人学 武连德这边 把尸体烧了之后 那边俄罗斯 杀黄俄国 马上在西伯利亚 烧尸体 甚至把埋了的尸体 都挖出来烧了 怕传染 所以这俄国人很精 非常精明 但咱实在求是说 你说没有俄罗斯 这么不负责任 哪有哈尔滨大鼠疫 你那边爆发了 你不就地隔离 你把人都放出来 这多大的不负责任 而且还封锁消息 所以就是你打开 中国历史 你发现 中国所有的邻国 坑中国人 最狠的就俄罗斯 占了我们 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每当有历史 大事件的时候 俄罗斯都坑中国人 坑的最惨 但咱们今天 跟俄罗斯 关系也不错 帮亲不帮理 你懂的 咱不在这上多废话 反正你要翻开历史 能够告诉我们 好多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